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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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Eric 那今年21岁 那我從事的是服務業 我覺得其實我的臉還算是蠻小的 所以搭配比較寬的鼻翼 可能畫面感沒有那麼協調 正面看的話 三根的立體度也不太夠 正面看也有露鼻孔的問題 讓我動手術的契機 就是因為 真的因為我自己的長相 不敢出門 就想說現在趁年輕 有這個條件恢復力也好 那就趁現在趕快做一做 不然我自己留下內心的遺憾吧 謝醫師他就給我了全面性的建議 你會感覺得出來 他是真的很用心的在對待你 甚至他可能把今天這個病人 是當成他自己來看 也一定可以感受到他的用心 跟他諮詢完以後我就覺得說 就是謝醫師了 我一定要找他動手術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案例Eric 我們可以注意到他其實是一個 蠻精緻 有點帶可愛的男生 我們可以注意到 他其實鼻子比較寬 然後臉頰有點凹 下巴比較厚縮跟有點偏心 然後嘴巴有一點點微凸 那比較特別的是呢 他其實現在正在做牙齒矯正 而且目前牙縫還沒有關起來 所以我們在手術設計的時候 其實是要把這個事情考慮進去的 如果嘴巴有點微凸 我們要怎麼改善 第一個建議呢 當然是盡量讓這個嘴巴去往後退 牙齒矯正正二都是很棒的事情 另外一個想法呢 就是讓嘴巴以外的區域 包含鼻子、臉頰、下巴 好看的往前拉 一樣會大大改善嘴凸的問題 而且這兩個治療方向 是不一樣方向的加分 他是一加一大於二的治療 所以他其實並沒有所謂 一定要的先後順序 而是我們在設計的時候要互相考慮到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會針對他的鼻子 把它立體化、變窄、精緻化以後 臉頰呢補一點脂肪 讓他不要那麼凹陷 下巴呢利用3D練一下巴 延伸出來再配合補脂 軟硬組織加強 而且因為他希望的是帥氣裡面 帶一點點精緻跟漂亮 所以我們的下巴的延伸 可能就比較不會那麼的強烈 可能會稍微保留一點點融合的感覺 我相信這個手術完之後 他會是一個精緻、帥氣的大男生 好 大家好 我是阿瑋克 那現在已經22歲 目前從事的話是服務業 我做的手術有縫雙眼皮 然後結構是龍鼻 有和縮鼻翼、超鼻鼓 跟3D練一下巴 然後還有四體脂肪、甜點蘋果肌 是目前的樣子嗎 嗯 蠻慘不忍睹的耶 就是正面看起來 山根度的立體度不夠 然後鼻翼也蠻寬的 然後再加上之前眼睛也 看起來蠻不對稱的 然後側面拍的話 因為下巴蠻後面的關係 這看起來很像猴子 我覺得整張臉都改善蠻大的耶 應該說認識我的人 他看了我的對比圖以後 他們都說 哇 身差很大 之前到底是找他小子 早早趕去整一整 差不多類似這樣的回饋 他們都說我整完變得很精緻很好看 事務前我就是很擔心 可能做完了以後 因為下巴就會變得很前面 然後之後然後拆了的話 所以很不符合人體工學 但是謝醫師有幫我把這個問題考量進去 所以做出來的樣子我真的覺得很順 真的很順而且很自然 我自己很喜歡鼻子跟下巴耶 因為下巴我其實一開始很擔心說 會不會看起來很像那種模板套出來的感覺 但是我發現下巴是真的做得非常的自然 鼻翼的話他也說得剛剛好 而且真的沒有什麼疤痕 而且我覺得真的做得很自然 真的很像天生的一樣 很放心的交給謝醫師 可能別的醫師我也想說療程弄完以後 會不會是我不喜歡的樣子 可是謝醫師尤其是側面 我真的覺得線條很好看 而且我還要給我的牙醫師回診的時候 他也說我側面的線條真的做得很漂亮 然後去買衣服的時候 店員都會說我眼睛看起來很深邃啊 都是很好的評價 我覺得謝醫師看了他的影片 我就至少知道說原來我的鼻子會被怎樣弄之類的 第二個就是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我很怕我麻痹完之後可能就變植物人 腦癱死掉之類的 謝醫師我覺得他整首是真的是用心正派在經營 我覺得在謝醫師面前我是真的很不用擔心這一點 然後在術後照顧的時候 他每天都要我回去給他看一下 我真的覺得哇 難怪謝醫師的門診諮詢會排隊的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這麼要求翻桌率的國家 然後謝醫師還可以堅持說 一定會把你術後整理到你畢業才放心的讓你走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對於術後照顧是一個讓你覺得很放心跟信任感 人生很苦短 我們一直活了那幾歲 然後現在世界的變化又那麼大 如果你真的不滿意你現在的樣子 然後你想給自己一個機會去改變 那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畢竟大家做醫美應該都是花了那些錢 就是為了買一個自信的夢想 那我覺得把這樣的自信的夢想交給謝醫師是非常值得的選擇 好 我走了 感谢观看